话题不断 抢先连线 I like新鲜货 欢迎收听I like新鲜货 我是费荣 今天在这个单元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中广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蓝金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儿宏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好 居家上班 我想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应该已经上了轨道 这个降二级之后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防疫还是要做足 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 因为家人忽然在空间里面 有大人 有小孩 然后有时候你想要一个安静的空间 做一些事情 线上会议 你家人可能刚好就在客厅看电视 看电影 那声音很大 这时候该怎么办 林董 有没有最近有很多客宿来找你 有有有 我们最近就换了很多卧室的隔音门 我们的工法是一天就可以完工 可是现在在防疫期间还是可以到客户的家里去做服务吗 其实我们跟主人的接触很少 大部分都会保持距离大概两公尺在谈事情 那我们进去居家大概就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葬凉完就走了 哦 了解 因为我知道您之前有分享过 其实现在的科技很进步 绝对不是像以前我们想象那样 里面要泥做啦 弄得很脏 完全都不是这样 对不对 哦 现在我们有这个干事的施工哦 哦 就是原来的框不用拆 哦 那我们就做一个新的框包上去 嗯 让你旧框看不到 嗯 我们在我们的官网有很多作品可以看得到 因为现在其实是中午的时间啊 我想很多啊 不管是上班足休时期 或说有一些老板等等可能都在听节目啊 真的啦 因为其实从五月到现在 有一些譬如说 没有办法这个面对面跟客户开会 讨论事情 甚至于如果你是做那种外销 外商的 你可能日夜颠倒 你可能全家半夜睡觉 可是你那时候可能跟美国可能要有一个什么线上回忆 这时候其实隔音就很重要 以前我们没有那么长时间在家 不会感觉到 可是这两个月真的 这个需求性就会特别的大 对不对 我们最近就有碰到从欧洲或美国回来的学生啊 那那边那边是晚上嘛 对 我们是白天要上课嘛 对 所以说有时候我看我们这边晚上 他那边白天要上课啊 结果家里就很吵啊 对 所以说我们最近换这种案例也换了蛮多的 真的 因为他这样才可以安静的读书啊 尤其是如果你家里有长辈的 他更可能需要这个安静 然后现在大家都不能爬爬罩嘛 所以其实真的在家里待的时间长 就现在大家发现说 发现就是说家人相处时间长之后 会冒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好希望如果家里真的有 这个不管是隔音窗户啊 隔音门 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 以前可能不会想这么多 可能只会想到说隔绝唱歌啊 麻架声等等 比较不会想到这些 对 因为一般的人不会去想到室内的居家隔音啦 对 其实这个噪音源才是80% 对 80%是自己家人的 还有什么吸尘器 拖地啦 洗碗啦 嗯 这些都是常常造成纠纷啦 还有新生儿的baby的哭声啦 对耶 你如果在家 现在你在家 譬如说坐月子啊 什么在家 那个婴儿 他没有在分时间都在哭的 对对对 那男主人白天要上班啊 之前有一些那个视讯会议 你就会觉得 后面那个空间音还蛮丰富的 可是有时候也不好意思啦 就还是继续嘛 还有上夜班的也很多 像空节啦 日夜颠倒回来啊 那白天要睡觉啊 休息啊 这个案例都我们都 奇奇怪怪的都碰到了 都碰过 像现在这些高科技的隔音们 除了最基本的隔音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增加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 当然是美学啊 像我们公司 这个非常注重这个美学 是 因为你一个门装在居家 就是大概装上去 就是用一辈子的啦 对 如果说你这个门没有美学 美感的话 不用铁门的啦 没有因为我们公司以前 一二十年前 就常常接到要小偷闯空 我们要维修的 可是这十年来 几乎没有接过 因为可能不管是治安 或是您刚才讲的 真的有道理 我们现在居家的这个房道什么 也是都做得很好 就门离系统进步 对 森严 这个差最多啦 对 所以说整个社会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推广 这些真的很丑的东西 而且每天在那边 官官来来 一起噪音也一堆 也是啪啊 很大声 那种旧的门 对 因为你那个力道 没办法控制啊 那像现在 我们一般这种 比较高科技的 这个隔音门 也基本上都是搭配 这个电子锁 对不对 对啊 而且这个指纹锁 对你们女生最尊重了 我们都觉得是迷思 有人担心说 会不会停电后啊 造成什么门户动态啊 等等 可不可以帮我们 做一些说明啊 不会不会 他这个 现在这个是 吃干电池的 要换电池的 对 而且他在没有电的 差不多前一个月 就会慢慢警示你的 会闪红灯 不会说明天就没电 因为这样多可怕 我晚上十点回家 然后滴滴滴 一直滴不进去 不是昏倒 不会这样子 不会他会一个月前 像你出国的人 一定说 我可能一个月 不在国内 其实他还有 最终还有一个 备份钥匙 非常聪明 就是你真的 什么都没了没电了 你就拿传统钥匙 把它打开 也可以 就可以一样正常使用 你再找时间 把电池装上去就好 不用怕没电池啊 因为之前网路上 我有看到 就是很多 就像您说的 现在很多这个单身的女性 她自己也设想的很周到 可是就有人说 你用电子锁 万一他给你忽然没电 那怎么办 他们可能没有亲身去体验 网路听说而已 那是不正确的资讯 因为刚才有说 不管是您对于款式设计 或说他的一些防噪音 防火隔音等等 其实都可以直接上网 去这个 我们应该是这个 蓝金隔音们 其实打这个关键字 网路上直接进入官网 其实都会 你可以自己看到一些图片 或是实例 对不对 我们最终还是建议到 我们的门市来 去做各种体验 现在目前防疫期间的话 门市都还是有开 也是会做一些 我们都很严谨 就是说同城 只要家里的人 有发烧就不能来上班了 他的家人有不舒服 我们就规定那个员工 一定要做快塞过 才能来上班 所以比别的企业 又更高一层规格 对 就是他的家人 只要有发烧或不舒服 我们就规定 那个员工不能来上班 而且公司会提供快塞给他 免对的 我觉得这个 也可以给别的企业 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做咨询 或者是有一些 相关的问题的话 现在都马上可以来打 我们中广的美少女专线 02-2500-5566 02-2500-5566 我们再次的谢谢 兰金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林二宏林董事长的分享 谢谢 爱吃 爱买 爱玩 爱美 请期待下一次 i like 新鲜货 i like 新鲜货 i like radio